5月19号开始 口罩令将全面解封 到医疗机构或是老人福利机构 不再强制规定要佩戴口罩了 京北市立土城医院院长黄景龙赞成解除口罩令 不过他认为高风险族群还是需要自主佩戴 不过他也指出年幼的孩童要是长期戴口罩的话 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力 而台大小儿感染科的医师黄利明则点出 到医院遇到这四大情境还是戴上口罩比较保险 执行上千天的口罩令总算要彻底解除 机关署拍板决定5月19号起 原本规定进入医疗机构或老人福利机构 应佩戴口罩的规范要改为建议佩戴 也就是说民众到医院诊所看诊 或是到长照机构可不必强制戴口罩了 会看情形啊 如果说自己感冒咳嗽的话我会戴 以我个人来说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戴啦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要不要戴口罩由民众自主决定 对此新美势力吐城医院院长黄景龙表态赞成解除口罩令 但建议年长者特殊族群进出医院还是要戴 一般健康民众跟年幼孩童真的可不用戴 他认为年幼孩童长期戴口罩 无法建立免疫力 且天气炎热时戴口罩可能会影响身体散热效果 容易引发重暑甚至热衰竭 而台大小儿感染科医师黄立民则提醒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在四种情境下仍需戴口罩 像是道教脆弱患者的病房如癌症新生儿产妇等病房 或到呼吸道科别看诊如感染科胸腔科等 以及搭乘地院电梯去医院的美食街传播风险较高 口罩戴起来比较安全 你一旦你一进医院呢 很可能就会碰到这四个情况 我觉得你就把口罩戴起来 除非你戴着非常难过 口罩令解除之后 势必会引起一波的呼吸道的感染 可能不会很大波 但是就是大家到医疗院所建议 还是稍微戴下口罩会比较好一些 即便口罩令解禁 还是能视情况自主防疫 这次您的零星特别播